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有全深圳最大的鱼池 又看看新闻有什么经验 去到门口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 等一会去大剧院看东西 这边很有趣的 点菜的说话是自己拿下单牌 然后再来下餐 有些传统的海鲜酒楼做法 今次说明是试菜的 这张单是不关张老板的 各位我也可以不客气 等下你点菜都要排队的吗 对啊我们点菜都要排队的 在工作的对不对 这边我听说是全深圳最大的鱼池 对啊对啊 这个大概有多少款的海鲜 这边有100多款 100多款 我给你介绍个刺身 好啊 刺身好啊 刺身好啊 我们的波龙虾是我们的烧排菜 我们的蝦是我们很好吃的 好大正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即清的海鲜 有运线可以进去我们的厨房 不需要人工的 所以很多人在这里 会不会吊包呢 我三个这里是不要吊包的 厨房也是开放的 可以看住的 对啊 他骑我啊不行了不行了 我以为你还不死 这个不用钱 这个不用钱 送的啊 是的 这边请万用 还有什么是不用钱呢 这里 这里水果不用钱 还有呢 还有茶水也不用钱 还有 咖啡费不用钱 还有呢 加工费不用钱 还有呢 开瓶费不收钱 若我四个人来 但是我拍两桌是有两盘的 是啊 我咖啡拍就不收钱 好 各位 我真的好不客气了 由于这颗饭是真的有老闆帮我们买单 叫我们过来试菜 所以我就不断买 试一下 不断买 首先会试到的 是他王岐的金枪鱼 有一款的做法很有趣 叫做金枪鱼 有点像顺德的 擺起的食如生的方法 但是用到的食材 是巴之斑的金枪鱼 各位我不客气了 他师傅应该 100名这里送的 应该是一个顺德人 因为他在那些配料的选择上非常专业 和地道 所有的都是脆口的东西 炸过的那些 那些 洋葱 黄瓜等等 有脆口的感觉 是你入口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冲着你整个口腔 但偏偏就在你不回意的时候,那一剩下的金枪鱼 出现了 金枪鱼是整个厨房里面,唯一一样柔软的东西 所以它的出现,令你马上变得非常敏感 有点软,马上去试试它的味道 所以,你就可以试到,金枪鱼那种很温柔的鲜味 那是温柔的骨刀 食材很重要,但用到这种方式来做的,我觉得这个师傅体检,很棒 均油的刀 白香果鲍鱼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用来做饮料的白香果 而中间这种,是鲍鱼 这是夏天的味道 白香果是非常天然的东西 酸甜的味道 很快就会令你腿变得很舒服 而更加拿命的是,它当中的鲍鱼 竟然可以吃到爆香果的酸甜味 新鲜的东西才敢做 如果你说用一些不新鲜的鲍鱼 或者其他海产的说话 它不会用这种那么淡的甜味方式 酸甜味的甜味方式是提鲜 但不是遮盖味道 所以第一款的说话 其实是厨师饭的味道 哇,我的用料够新鲜 我不敢做 最后登场的,会是浓味的酸酸酵 菠龙 很香 很香的烧酵的味道 各位,最佳女主角 我会形容它不是单牙 而是撞牙 那种有咬头 那种有香味的状态 非常非常好 撞牙的口感非常棒 之外,最吊鬼的事情发生了 之前拍摄另外一间餐厅的时候 我说过,如果野食是新鲜的 特别是海鲜 不需要用到辣味的方式来烤鲜 因为辣味会遮盖海鲜的味道 我常常说的 但这一款,它厉害就厉害 它是有少少辣味 但一种辣是非常非常洁 所以,你的口课 吃第一次的时候,感受到辣的 这种烤鲜是一种开胃 在吃里面的菠萝 它依然有它 龙虾应该有的味道 完全不因为辣 我完全没有味道 不会咬到里面仍然鲜甜 鲜甜这个折金其弱也有点多 但没办法 新鲜的海鲜就是那个味道 你明白,海的味道 其实我自己有个不成物的规矩 就是吃海鲜 一定要去大酒楼 或者是专门吃海鲜的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海鲜你不放得久 放得久就不新鲜 但是,店铺够大 客流量够多 他也有肯入货的说话 即是出品才会成功 一定是大的店铺 才有新鲜的海鲜吃 是吗?特达 是 整个龙虾给你了 来吧 夹多个给你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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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得了 79号鱼船 其实,我一来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它是大到浮夸的感觉 因为里面有几千个方 然后切条鱼,一群人围着 很热闹 我一直以为,当然龙虾都很大 所以我一直觉得它是一间很大的店铺 但是慢慢吃下去之后,你会发觉是大中有小的 它有好几道菜的调味都做得很棒 比如说,那个拌起的金枪鱼 我猜不到金枪鱼可以这样吃 我猜不到这样可以好吃 那只辣的波龙,印象深刻 是我吃到的,可能是 为数不多的几款,辣得来而又好吃的海鲜 这些都是很打动我的地方 刚刚和服务员和相关人员聊天 其实不仅是在深圳这边,有几间 在天河那边开,具体哪一间 到时就知道 到时他会不会又来吃多餐 多谢老师 多谢老师,我的服装赞助NFL 去到哪里穿他了 要大抽,吃光全世界的人 我是我的小喇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